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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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们法律人身上该有的味道吗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就是错的 结果等他来到基层法院之后才发现和他纸上谈兵的那些东西是有非常大的出入 你对基层的很多情况还是不了解 内心在慢慢处理案件之后他变得更加能够去跟当事人共情 最好的选择只有撤死我 我觉得这个剧本最有意思的就是三代法官的传承 这一年年呐 看这一批的年轻人入俄 时间过得真快啊 作为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几十年的一个老法官 对于像方远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法官 再出现了像周一安这样的更年轻人在法官 这三代的传承在这个剧本里 我觉得都表达的不错 是啊 师傅 走吧 怎么还动上手啊 他们在我们这个共和国维护着法律的虚拟 在生活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常语者 是一部法律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一部电视剧 简佳他是一名法务总监的这么一个职位 简佳这个人物的核心 赢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通行的语言 当初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他输掉了女儿 所以他要变赢 雪花代表纯洁 我喜欢 我是刘军 《底线》中饰演叶存远 我是王秀竹 在电视剧《底线》中饰演宋雨菲 我是演员曾孟雪 饰演的是法官钟媛媛 我是左老青 在电视剧《底线》中饰演唐薇 大家好 我是王莎莎 在《底线》中饰演的是书苏 我是王一南 扮演的角色叫王秀芳 我是赵紫棋 在《底线》中饰演李小乐 我是王子权 在《底线》里面饰演的是徐天 我是演员曹磊 我是演艺师 邝天树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 让观众感受到我们国家司法的境界 更多的就希望呼唤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包容和理解 从当中能知道自己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也会学会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底线》中饭 《底线》中饭 《底线》中饭